根据印度媒体报道,印度空军人士日前对媒体表示,印度突然紧急向俄罗斯订购了一批先进的俄反坦克导弹,目前,相关合同已经签署。 据透露,这批反坦克导弹价值2900万美元,未来将装备在印度此前从俄罗斯采购的米35武装直升机上,预计一批导弹将在三个月之内交付并实现装备。 分析指出,印度这次通过八百里加急的形式,向俄罗斯下达订单,将让一向反对跟俄罗斯做军火生意的美国,也感到措手不及,想要拦截都无从下手。 不过对于俄罗斯而言,这次的军火订单,将让自己赚的盆满拨满了。 据介绍,M35武装直升机,是前苏联时代,米24磁路武装直升机的改进版本,拥有强大的对地,和对装甲目标打击能力。 目前,这款直升机,已经先后出口,到印度尼西亚,沙乌地阿拉伯,捷克斯洛伐克,伊拉克,缅甸,委内瑞拉,和亚赛拜然等多个国家。 很显然,印度也采购了这款直升机,最初版本米24,并在今年9月份,印度向阿富汗,奉送了一批该型武装直升机。 其最新的米35照,与2004年首飞成功。 而米35直升机所搭载的反坦克导弹,则是AT-9。 据介绍,AT-9反坦克导弹,是前苏联时代研发的第二代反坦克导弹。 该导弹与美国的陶式反坦克导弹,具有相应的作战水平。 该导弹采用雷射制导,最大破甲深度达到1000毫米。 其最大射程8000米。 而最新型的米35照直升机,则可以搭载旋风、负一远端超音速反坦克导弹。 本约称之为AT-16。 该导弹采用雷射架数制导方式。 具有射程远、命中精度高、威力大和抗电子干扰能力强等优点。 旋风负一、反坦克导弹搭载直升机的时候。 最大射程达到8000米。 穿甲能力达到1200毫米。 目前,该导弹广泛装备,在俄罗斯的卡50和卡52武装直升机和苏25攻击上,显示了极好的应用前景。 考虑到印度在购买武器的时候,只考虑效能不考虑价格的秉性。 因此,印度这次耗资2900万美元采购的反坦克导弹。 很有可能就是旋风负一型反坦克导弹。 不过目前还没有更多新闻显示,这次印度到底购买的,是哪一款反坦克导弹。 我们知道,印度的很多武器,都是从国际上几个能够生产武器的国家采购的。 因此对于印度的一些武器采购很多国家都见怪不怪了。 不过这次印度紧急向俄罗斯采购反坦克导弹。 确实会让另外一个国家感到不舒服。 这个国家就是以色列。 没错。 之前印度与以色列,达成了8000美长钉系列反坦克导弹的订单。 当时这笔订单,确实引起了很多媒体的关注。 但是很快易度就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。 对以色列表示了反悔。 根据媒体报道,在双方合同签订几个月之后,以色列正在积极准备的时候。 印度对以色列表示,我们自己的那个反坦克导弹可以用。 对不起,之前的那8000美长钉导弹。 我们不要了。 以色列。 MMP。 对于以色列而言,即便被欺骗放了鸽子,也得忍了。 毕竟像印度这样的超级大鸽子。 这次撕毁协议,相信以后会有机会狠狠再回来的。 不过可怜以色列此前为了出口这款导弹答应的一系列条件。 包括技术转让。 在印度本土建造的导弹子系统生产场,都全部打了水漂。